字幕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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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久不见的《马命人》剧场 在警戒这段期间呢 在家的时间变多了 想说开始把一些没有时间练的打点给练好了 但因为怕吵到别人 所以我已在找声音叫安静的打点版 看了許多youtube的介紹後 我決定訂了這款Remo的Silence Chalk的網狀精英打點板 在這回的影片呢 除了開箱這款打點板外 同時也來試試它打擊的手感營料 這款打點板的內容物呢 除了打點板本身外 還有給你一塊T字型的板繩 讓你可以調整它網狀骨皮打擊的鬆緊度 它後面鎖定的螺絲孔呢 是特規的 與一般市面上常見的價值規格不同 所以要用這款打點板需要使用它特定型號的價值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平面上 或是夾在小骨架上面 在這裡按這個外層的 insight 在這裡按這個套給 支持者們感覺很會很辛苦 在這裡按鍵方的評價 反正跟這個合作 它是最大風格的 但是這個作法 對它的時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我绝对不会用它附的T字型板手来拆 我还用这支电动楼奈把把它拆开来 拆开后呢 除了螺丝外 它主要有四样东西 本体的板子 外框 一块像是汽车打蜡的海绵 最后是Rimo的网状骨皮 它上面有标识Practice Pad 也做得比一般的网状骨皮的框来的薄 看起来是独立的款式 然后这八根螺丝真的有够长的 如果要用这块T字型板手拆 应该是转到灵魂都要出窍了 在比较之后呢 这块打蜡板的音量 还是比市面上常见的 橡胶面打蜡板来的大声一点 而且架子不同用 还要另外再买架子 对我来说实在是有点不太方便 但是呢 这款打蜡板打起来的手感 是我最喜欢的 它没有橡胶打蜡板那样 较硬的回汇手感 鼓棒的弹跳感 也没有被放大的感觉 打起来的音量呢 虽然较大声 但音色我觉得是舒服的 手感也较接近 小谷Medium Tunes的打击手感 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啦 但它真的没有比较小声救心 若你的环境可允许一些音量的话 这款打蜡板我真的觉得不错 我真的蛮喜欢的啦 但可惜在家不能用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别忘记点赞订阅 虽然我久久才做一次影片 但我还是希望能收到你的朋友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马面人 下回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